參謀總長 副參謀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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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給有沒有聲音 冰 倒個地上 有沒有聲音 下面那個是什麼 副部長跟副參謀總長 你有看到這個新聞了嗎 有看到嗎 這個是中華民國的軍人嗎 這個是中華民國軍人的雄壯威武 這個是中華民國軍人的英姿 軍人的武德跟契捷在哪邊 包委員這是一個特例 他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義無義的一個服役的士兵 我們的中華民國的士兵你看 他到底是一個草莓兵 還是他真的被霸凌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在捷運站 讓中華民國軍人蒙羽 你看 這個是在捷運站 我請陸軍參謀長跟您報告實況 陸軍參謀長 長流以後 然後年紀到了來當兵的 他不會講中文 對於這個環境適應 有些問題 另外不會講中文的人可以去當兵 江榮洲 智商五十九的也可以當兵 心智十歲的江榮洲也可以當兵 這個是我們現在中華民國的軍人 對我們 對我們國軍而言 對我們國軍而言 只要是他入了武到我們這邊來 那我們就是必須來給他 難道我們軍中的制度沒有出問題嗎 把中華民國軍人的尊嚴 我剛有報告過 服兵役 先要做體檢 符合當兵的體格 他才能入營 地方政府內政部會先把錢一關 到了營裡面來 如果他還有不是 我們會復檢 現在程序是這樣做的 副部長 你有沒有聽到他說 他們會殺了我 他爸爸說 你不回去就會禁建議 他一直講說他們會殺了我 他們會殺了我 誰會殺了他 告訴我誰會殺了他 他是適應這個環境不良 可是我們有去實際調查 陸軍跟我們國防部隊 去了解這個案情 是有落差的 我們還在照顧他 軍中確實出現問題 如果現在軍中還有霸凌的話 還有霸凌存在的話 你現在在募兵 你這個影片一放出去 你募不了兵 哪裡募兵呢 他穿著中華民國的軍服 賴在地上 在那個結音戰眾目睽睽之下 簡直是耍賴 那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 他是不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呢 聽起來 他一直講說 他們會殺了我 他用英文講說他們會殺我 報告委員 警察詢問了 那個他講說霸凌他那個弟兄 跟他兩個人是在新兵訓練中心 是同梯的弟兄 第一個 那他沒有辦法講中文怎麼可以當兵呢 他沒有辦法聽到指令 你軍中有那麼多英文能講英文的長官 所以這一點我要跟委員報告 因此我們就特別把他放在那個單位 連長 連輔導長 還有他有一個排長 他的語文能力比較強 這個事情傷害中華民國士兵的形象 是 傷害中華民國士兵的尊嚴太大太大 包委員 因此今天上午 我希望你們趕快徹查 還給國軍 形象的一個公道 是包委員 我們的軍人的武度 跟委員報告 軍人的氣節 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今天上午 我們軍人不是要雄壯威武嗎 你看 我們交出來的士兵是賴在地上 耍賴的不起來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誰霸凌了他 他到底是草白兵還是被霸凌 警察這個跟事實不符 包含到詢問 還有對前年做這個問卷的調查 沒有這樣一個事實 今天上午 我們已經有我們這個單位的政戰主任 帶著這個弟兄到北投醫院 去了解他在精神方面 是不是能夠伺服現役 因為據他自己所寫的書 裡面說 他以前小的時候有亞斯伯格症 等等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去 由專業的衣官來做評估以後 我們再來決定 被霸凌國防部側查 這個事情啦 傷害國軍的形象太大 這個國防部已經 已經介入調查了 這個委員報告 如果他是被霸凌的話 沒有霸凌 整體的木兵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誰願意把士兵送到部隊裡面去 結果讓他不敢回去 還賴在地上 他爸爸說你不回去要進監獄 他說我回去他們會殺了我 誰會殺了他 沒有人要去殺他 沒有人要去殺他 跟委員報告 後續我們針對這些特殊案例的 來扶兵役的或入營的 我們的士官兵 我們今天部長也特別交代 我們會來做一個比較好的 妥適的讓他適應這個環境 應該立即徹查 是的 立即徹查 還給國軍形象一個公道 另外許榮舟 我請問你 許榮舟現在被判無罪 許榮舟現在被判無罪 再一次證明 當時陳兆明等一干人 到處栽張 不只栽了江國慶的張 還栽了許榮舟的張 嚴刑逼供 押人辦案 現在連出兩個槌 陳兆明等一干嫌患 最佳一等 國防部應該立即的 繼續追究他的責任 追究這些人的責任 要不要 我們還在持續的在求償這件事情 江國慶冤死喔 許榮舟在鬼門關走了一趟喔 你看 這難道不應該追究 當時這些鴨人取共 嚴刑逼供 到處栽張 抓人 充訴了陳兆明等一干人嗎 不應該再追究他的責任嗎 啊 副部長 我們現在還在持續做 啊 另外給一個交代 自商五十九不到六十 許榮舟 他甚至心智啊 只有十歲 只有十歲 自商五十九 你怎麼把他抓到空軍 總部去當兵呢 他還跟江國慶睡上下鋪啊 我們的兵力制度到底當時出了什麼問題 才十七年前耶 你給個交代 我剛剛跟委員報告過了 前一端篩選進來的時候 是地方政府的體檢跟內政部 你們是在搶兵嗎 懶得就好啊 他符合體格 才能進到我們軍中 到了軍中以後 那心智呢 十歲的心智怎麼當兵啊 你告訴我 今天才有許榮舟這個事情嘛 我們會協調內政部以後 我們會強化這個機制 就是先前篩選的 跟他到營以後 才是我們國軍負責 整個案子是荒槍走板啊 不但冤死了一個江國慶 害政府賠了一億多錢 現在你看許榮舟又判無罪 整個國防部空軍總部 難道不應該負起一個責任嗎 繼續追究真凶 今天這個案子如果不破案的話 真凶不落網啊 難為死者在天之靈 也沒有辦法給家屬跟社會 一個公道跟正義 我希望國防部跟法務部 重啟調查 當時的市政都非常明確 當時的市政都採集得非常完整 如果許榮舟不是兇手 江國慶是淵石 那當然還有真凶在嘛 國防部現在要做了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重啟調查 把真凶找出來 一個就是繼續追究 陳肇敏這一干人犯的 他們的責任 包括追償 包括他的行政責任 甚至也要追究他的政治責任 怎麼樣副部長 對 剛剛講的陳陳陳先生的那個 你們怎麼對得起國人啊 我們還在持續做 對你剛剛講的 才17年前 我們居然還有這種 嚴刑逼供到處栽贓人家 甚至連一個心智不到十歲的人 都把他栽贓他殺人 像話嗎 對得起人家 人家的家人嗎 蛤 而且我們那個軍事選壓官也濫術 也濫術嘛 對不對 而且整個沒有管控的機制 沒有監督的機制 讓他們在裡面胡作非為 而且要交代清楚 為什麼一個心智只有十歲 智商五十九 可以抓去當兵 你們現在以前都好手就不撥一下 你像大陸在搶兵一樣嗎 不是國防部在搶兵 這個有一個真兵 或服役物役 他有一套程序 今天的判決書裡面說 他心智只有五十九 智商五十九 心智在十歲左右 你看 這樣的人你怎麼把他抓去當兵呢 這個又不是在國共會戰的時候 我從前一個老長輩 他去電影店看電影 結果一出來 通通抓起來 女的把他趕回去 男的不管老少通通抓到台灣來 他就這樣去看電影 被抓到台灣來衝軍 我們這個還是像以前那個樣子嗎 這個許榮舟你看 今天不應該檢討嗎 我們會協同內政部我們來檢討這個 他去當兵就是一個錯誤 當兵了之後被栽贓殺人 又是另一個錯誤 整個錯誤讓社會付出太大的成本 而且重創國防部的形象 重創空軍的形象 現在也重創了我們法務部的形象 台灣人沒有辦法辦案子 連斷頭的案子也辦不出來 連那個雙私命案巴黎雙私命案也辦不出來 還要辦什麼江國慶的命案 這不重創我們法務部的 他的專利跟形象嗎 不重創你們國防部的形象嗎 所以國防部要道歉了 你是不是知道 許榮舟叛逾罪不用道歉嗎 不用向社會道歉嗎 不用向家屬道歉嗎 副部長 我們對家屬一直有歉意 蛤 對社會沒有歉意嗎 從今天開始江國慶案子 這個謝遜女同的案件 封引再取嘛 封引再取嘛 對不對 重啟偵查之後 難道不會再有一段很糾纏的 偵辦的過程嗎 媒體不會關注嗎 不會再讓我們的軍中國防部空軍 法務部再收到另一個檢驗嗎 你們要道歉 你們要道歉 要向社會道歉 副部長 你們要向社會道歉 要不要道歉 我們上次江國慶案 我們就已經表達我們的歉意了 現在對許榮舟這個案子 還要向社會道歉 尊重司法 我們尊重司法 接著請陳正香委員發言 出席有請副部長 請高副部長